那说起黄晓明呢 他的英语水平可以说是经常被拿来调侃了 因为他在演唱One World One Dream的时候呢 是由于对这个Not and All的发音酷似 闹太套 遭到了网友们的调侃 而今呢在这个电影中国合伙人当中 黄晓明却有大段大段的英文标系 是献煞旁人啊 好友赵薇也是通过微博晒出了两人的照片 更是搞笑的向黄晓明来讨笑英文 并且呢把至青春和合伙人 恶搞为了青春合伙人 最后呢黄晓明也转发了此微博 并且当场这个教赵薇英文 两个人一来一去还非常的有意思 怪不得大家都说有一种友情 叫做赵薇黄晓明了 那他们是在大学期间错过了 但是呢也有人是把握住了机会 抱得美人归 那就是黄磊和孙丽 黄磊呢除了在微博晒厨艺之外 还会时不时的在微博晒一下妻子 还有女儿的照片 其中的女儿多妹 更是遗传到了爸妈的精英啊 不仅外表漂亮 性格也是非常的乖巧伶俐了 昨天呢黄磊就通过微博 晒出了女儿的照片 这女儿特别知名哈利伯特 并且呢还把自己 扮成了哈利伯特 当作礼物送给了妈妈 真的想说非常可爱的小家伙 还记得要给妈妈送礼物 真的是让妈妈非常的感动了